歡迎收看 八方健康友方 我是雅芳 我是孝心 好 觀眾朋友 先讓我們一起來動一動大健康 請你跟我這樣做 走一走 甩甩手 彎彎腰 轉轉頭 健康口訣要牢記 好 歡迎來賓三軍總醫院 聖誕科的王王翔醫師 大家好 蛋白質對健康很重要 蛋白妙可就不妙 好 謝謝 第二位是台灣人家 紀元洪映老師 大家好 中秋烤肉要適量 蔬菜水果不可少 蔥薑大蒜洋蔥末 幫你健康又窈窕 好 謝謝老師 今天有多飽 好 另外歡迎是我們身體 專業王明老師 大家好 燒烤美味無法擋 生機蔬果保健康 所以有肉也要有菜膏 好 讚啦 好 這邊交給我們的夏欣 OK 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來賓趕快站起來 跟我一起動一動 我們很輕鬆的一隻腳 往前踩 大概腳跟都可以踩穩的 小的弓箭步就可以了 那我們先拉伸 雙手吸氣上 可是今天要教我們什麼呢 今天要做的是 保腎的健康槽 保腎喔 更優勁 所以你手扶到大腿之後 你的背部有一點延展開來 去促進你的循環 加上前面這隻腳的 同邊的手旋轉 慢慢向後 去輕輕拍你的腎的位置 不要太用力 不要去重擊到你的脊椎 對... 大家知道在哪裡吧 對啊 知道在哪裡嗎 知道... 大家摸得到你的最後一個 包覆的肋骨那邊 腎臟就在它的裡面 對 大家輕輕的拍打就好 那你都可以再帶回來一次 再做一次拉伸 吸氣 拉長你的脊椎 好 很舒服的旋轉 OK 然後再輕輕的拍打 還是要提醒一下 不要太用力 對 因為這個動作 你的脊椎已經拉長了 如果你又去給它太大的壓力 就容易造成負擔 那第二種方式 如果你這樣子的支撐是 腰會有點痠不舒服 對 一樣扶著你的桌子椅子 那一樣是先做吸氣拉伸 吐氣放下來 旋轉 到後面之後 輕輕拍打你的腎部 就跟剛剛那個是一樣的嗎 跟一樣的 然後只是如果你需要支撐的話 OK 對 那我們還要增加一點強度 增加一點強度 能力更好同學 手摸到你的地板 手軟度就要很好 老師摸到嗎 黃醫師來出唸 黃醫師過來 輕輕拍打 對 不錯 對啊 黃醫師現在很軟Q 很軟Q 我會三種強度介紹給大家 保勝的健康操 拉伸旋轉盤來拍 強盛補氣 腎臟好 OK 謝謝大家 謝謝 相信老師 你有進步很多 你好會講口訣喔 對 現在要來練習一下講口訣 謝謝 謝謝 好 老師請就座 我們進入健康大講堂 不過觀眾朋友我們收看我們電視同時 別忘了透過我們手機 可以同步上三立新聞網站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收看我們今天的健康好知識 好 講到吃肉 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我看到有一個報紙 他直接就壓個大標 你給我住嘴 是不是要住嘴 真的不能吃那麼多肉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請王老師跟大家來解析一下 你看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調查指出 國人每天蛋白質攝取量超標3到7倍 像市售炸雞排一塊 重達330公克 超過建議量70克4倍多 那如果是簡單的老師 我們這個便當裡面豬排一份 也達135克超標3.8倍 老師啊 那這樣長期是算高蛋白對不對 是 其實我們現在人的蛋白質 以成年人來講 其實需求量都超標太多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大概 我們現在以我們這個衛福部給的建議就是 豆魚肉蛋嘛對不對 那肉的話大概是希望你帶兩份 兩份大概就是所謂的70公克嘛 一份是35公克 一份35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樣吃 如果你豆也吃 魚也吃 肉也吃 蛋也吃的話 那你的肉如果沒有控制在這樣的分量 你會發現大部分都會超標 而且現在很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是無肉不歡 是 真的啊 這一餐裡面沒有肉 他可能會不吃這種飯 尤其我們很多小朋友從小就有這個習慣 其實這個要稍微調整一下 好 那你會發現 在我們這個研究裡面 如果以這樣的量來算的話 我們這個所謂的禽醋的土體 一年大概是22到60公噸嘛 但是現在一年大概都超過160公噸以上 所以那個量遠遠超過 所以包括了我們吃的這個肉嘛對不對 就是剛剛講禽醋這邊的單元 以禽醋為主的話 這個數字也是超標的 超標的 對 好 王老師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桌上陳列的這個雞排 應該大家常常吃的 還有這個豬排也是 所以你看很多人會說 看這標題很恐怖 有這麼多嗎 我可能不相信我一天有吃這麼多對不對 但是我們就真的買來給大家看 一般你看如果你小孩子 或者是我們下班有沒有 或者是下午茶 對 吃一個下午茶 會不會有點太誇張 很多上班族有可能 對啊 像我說慶豐的時候 傳購對不對 沒有 老師我們慶豐 我說慶豐如果好的話 偶爾啦 好不好 我說慶豐好 但是我們偶爾吃 慶豬的方式有很多 偶爾就吃一下炸雞排 所以你會發現 就一個人叫一塊對不對 你可能出了正餐以外 你可能會多吃這一塊 老師我們要再 還有配那個 還有配飲料對不對 珍珠奶茶之類的 但是有氣沒氣的 有糖沒糖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塊 大家這樣看起來 很標準的一塊所謂炸雞排 老師他是說 330公克 很多觀眾朋友 我看你吃了一輩子 他不知道這一塊 不曉得多少 對 他根本不知道這一塊是多少 對 不曉得多少 我們真的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多少 哇 310 310 310多 310左右 310左右 310差不多 而且因為這個 已經可能買了比較久了 有一些水分會揮發 所以你就說 如果是剛炸起來的時候 重量會更重 所以大概是你看 300這樣 而且這是一個比較標準的 不是那種什麼 大大的那種 什麼大大的之類的 這個就超過多少 你說這樣超過 大概就超過4倍 哇賽 那7倍哪裡來呢 7倍怎麼來呢 這是4倍的對不對 以70公克來講 他已經接近4倍 那你還有可能 你中午會吃一個排骨便當 或雞腿便當 對不對 你看這個排骨也是很標準的 一般我們會買的 有沒有 而且這個沒有炸粉 應該來講會比較健康 當然 而且還沒沾那麼多粉 很多次沾很多粉 那你看喔 老師標準是70公克 那我們看我們把它切成 大概兩等份 好 因為這個骨頭一般不會吃嘛 有沒有 對對對 你看這樣子大概就70公克吧 還不到還不到 3030 那你看這兩個不要加 30分 對 好 這樣子是 多少啊 但姊老師立正當我姊 好 70吧 這樣70 對 老師這樣75 75了 差不多兩份的肉 對 那你看這邊還有 還有一些啦 你可能還會吃到 看這個應該不太會 對 這是骨頭 所以老師這樣子差不多是不是 如果這樣看差不多 對 所以你 70公克喔 就是你一天吃到一個排骨便當 這樣的排骨的肉的量 這樣就夠了 基本上一天就滿足了 蛤 所以你這個就 你看這樣加起來就會 一定會超標 OK 而且你這算是點心跟一餐 你還有另外一餐 對 你還有其他可能還會吃到 肉的機會 所以這個超標的機會 應該是非常非常容易 好 謝謝 謝謝王老師 跟我們這樣子比喻示範肉 我們就知道了 好 那 這個是300 大概310嘛 310公克 然後這個是70 我們剛剛看 這樣就是 這樣還算是比較適量 對 這樣是超標 可是這會不會跟體重 身高有關係 我高大一點 我的量可以多一點 當然 然後請營養師來幫我們算計一下 我想要聰明算計 這真的要聰明算計一下 那是不是因人而異 那如果說我常運動 對 我人高馬大 我的雞排 偶爾是不是可以吃大一點 或吃兩塊也沒關係老師 對 其實剛剛王老師講的是專職在肉 對 所以可能大家會去說 那我是不是一整天 我的蛋白只能吃兩片肉 其實沒那麼悲慘 因為我們蛋白質來源的食物 加有豆 魚 肉 蛋 然後他講魚 肉 蛋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大概兩三年前 我們衛福部已經把那個 蛋白質的順序改成豆 魚 肉 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希望 豆 大家能夠多吃一點 我們希望蛋白質來源 有一半來自於植物性 這也是優質的蛋白質 可以來自於植物性 對 好 那平常的話 我們算這個蛋白質的量 大概一公斤的人 可以有一公克的蛋白質量 那我們現在要教大家 很簡單的就是 豆 魚 肉 蛋 這一份大概是多少量 對 可以實際 等一下實際給大家看 譬如說 一份的老豆腐是三格 好 三格 然後豆漿就260cc 那一份的魚 如果是身重的話 就是35公克 煮過以後熟重是30公克 對 然後肉的話 如果是身重是35公克 熟重是30公克 蛋就是一顆 那譬如說我現在50公斤 對 50公斤然後我 我可以吃豆一份 魚一份 肉一份 蛋一份 那你還少一份 那還少一份 我會希望是植物性的 以50公斤來來 我們舉個例子 大家最清楚 就是一份豆 一份魚 一份肉 一份蛋 然後我會希望說植物性的蛋白質 多一點 再多一份豆製品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日飲食指南 會有這六大類的食物 水果 蔬菜 顴骨跟筋類 豆魚肉蛋類 那我們今天討論就是這個 豆魚肉蛋類 它會提供我們蛋白質 對 然後乳製品 也會提供我們蛋白質 堅果會提供我們蛋白質 甚至連顴骨跟筋類 都會提供我們蛋白質 好 老師最後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豆腐 有老豆腐跟嫩豆腐 觀眾朋友們 你喜歡吃嫩的 還喜歡吃老的呢 對 好 所以就是一份 如果說你的豆製品 要一份的話 嫩豆腐就是差不多一半半盒 這是半盒 對 那老豆腐因為它比較結實 所以大概它的三分之二 大概它的嫩豆腐一半的 三分之二是一份 那如果說你要用豆漿來 作為蛋白質來源的話 就是一份的話就是260cc 豆漿就是一份 好 那再接下來講魚 魚 因為蛋白質食物 就是豆魚肉蛋的話 我這一份就是這樣子喔 這樣子一份了 前面那一塊小的喔 小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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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一塊小的 我小時候這樣也蠻多的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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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而已 不是喔 是生的 35公克 一份喔 觀眾朋友不要不要搞錯 對 是喔 這個就這樣超標了 對 這樣超標 就一份 是喔 對 蛤 這兩口就沒有了 因為我現在講說 譬如說我50公斤的人 我要吃豆一份 可能這樣一杯 然後我現在就魚就是這樣 一份 那我就不要這個 我也不要這個 我就吃這一塊可以啦 好啦 你自己要去算 可以替代就對了 對 當然我就是一個觀念 讓你去聊 你自己就會知道 怎麼樣去均衡聰明去搭配 對 然後 這很重要耶 豆魚肉 肉 肉 我們平常煮火鍋這種肉片 有沒有 薄薄的 好 這樣兩片就是一份 就是魚份 你好像有點呆住了 不是 我光是女生的話 拜託 我問大家 你怎麼肯吃這兩片 尤其吃到飽那個火鍋店對不對 對啊 而且 你吃是拿一盤的 不是拿兩片 你吃羊肉 牛肉 豬肉 對不對 對 所以過量的真的滿普通的 所以就是其實都是在過量啦 然後蛋就是一顆 蛋一顆 好 那你也可以說 好啦 那我就是 豆魚肉 如果是這個有三高的人 是不是他就更要量 就要再減 就要往下囉 對不對 沒有 不會不會 不會嗎 我們就是蛋白質也不能不夠 還是要在這個範圍內 在這個範圍裡面 對 對 你不用說 你只是說我盡量 只有那個肾衰竭的病人 要現蛋白質 對 對 大概是正常攝取的二分之一 等一下要請彭醫師來補充一下 是 是 是 好 謝謝 吳老師還有剛剛王老師告訴我們 蛋白質真的要聰明算計 你看 以50公斤 60公斤 70公斤 是用份來算 均衡就要豆魚肉蛋 好 重點來了 吃太多會怎麼樣 剛剛齊鴻醫師也告訴我們 這個部分可能 如果腎臟有一些疾病的話 在蛋白質的社區 可能要真的控制 可是偏偏房間很多人 會大量去吃這種高蛋白素 那現在如果我們肉吃太多 是不是等到你吃高蛋白食物太多了呢 沒錯 我們想說我們的吃進去蛋白質 會代謝成氨基酸 氨基酸會代謝成一些寒淡的肺物 那它從哪裡排出 大部分從我們的腎臟 所以一個叫什麼尿毒素 尿毒素有一個叫尿素蛋 這是一個寒淡的肺物 那它當然你吃越多的一些蛋白質 它要排出去要做工就要越多 那大家常在想說 蛋白質過多跟蛋白尿有沒有關係 那這個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腎臟是怎麼過濾的 腎臟剛剛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腎臟到底在哪裡 你插腰的時候 那個大概後腹腔這個位置 大概10公分 所以醫師要麻煩你轉個身的 看一下 這樣子大概就是你腰 這就是你腎臟的位置 所以剛剛老師那個敲一敲的位置 那你裡面大概10公分的腎臟 大概可以像一個小蟬豆一樣 你把它切開來裡面是什麼東西 它這一顆大家有看這顆小球有沒有 這叫腎屍球 是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我們有一百萬顆腎屍球 一百萬顆右邊一百萬 左邊一百萬 一百萬 然後我們的血液不是從這邊流過去 然後髒的東西尿毒尿水分 過多水分就從這個排出來 好的什麼叫好的 蛋白質是好的對不對 所以它又再回到身體裡面去了 所以蛋白質不應該會流出來 那如果流出來的話問題就可大可小了 那通常譬如我們剛剛講說 你去吃了一餐很大量的蛋白質 對 有可能隔天就會有一點蛋白質流出來 所以這是不是像說常常在健檢之前 大家就說你要比較均衡 然後什麼東西不要吃過過 我們要健檢之前 是不是會有這個蛋白尿的問題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包括我們一些 其實一般正常你要抽血 要近18小時 因為包括一些尿酸 膽固醇 血糖 這些都會影響到 那我們剛剛講當然是每天 我們現在講說蛋白質 到底蛋白尿哪一些是比較危險 這種我們剛剛講的 還好我們過量的這種蛋白尿 因為飲食造成是屬於一個 暫時性的蛋白尿 包括你去運動 包括你發燒 吃個退燒藥 也會有 隨之暫時性的 暫時性的蛋白尿 那這又叫做良性的蛋白尿 這一類肯這個不是 我們講說 它 不是疾病 這種危險的叫病理性的蛋白尿 大家知道病理性的蛋白尿 最常見就是急慢性的聖絲球鹽 就是這顆球在發炎 大家知道發炎的時候 不是我們手上 就會有一些水水會跑出來 那叫蛋白質很多就跑出來 事實上聖絲球鹽它就會露出來 蛋白質就露進去 那時候我們就會看到小便很多泡泡 我們以前如果有做過蛋糕 知道蛋白是很黏稠的東西 不要打它 你把它翻過來 都不會掉下來 所以變成說很多人 但是也有很多情形 就是說有泡泡尿 不一定是蛋白尿 我可以教大家一個簡單的鑑別方式 比如你尿尿的時候 如果說有產生泡泡 你把它沖馬桶 沖走之後你再看一下 如果還黏很多的 那就是很黏稠 那就是蛋白尿 那如果說沖完之後 就已經沖走了 那個有可能是你水喝太少 有可能你前一天 攝取過多的一些食物 比如說一些碳酸鹽 所以吃肉吃太多真的會這樣 也會造成會比較黏稠 但是那個是暫時性的 那這個病理性的蛋白尿就很恐怖 這一類的 我剛剛講的一種 腎絲球發炎 是台灣造成洗腎的前三大原因之一 跟糖尿病高血壓 那一樣是同樣嚴重的 那有時候 有時候會叫你們說 要做什麼腎臟切片有沒有 就是這一類的 這叫腎臟病變造成 急慢性腎絲球造成的蛋白尿 好 所以 真的吃太多肉會這樣子 病理性的蛋白尿 這個還好 其實在美國有一個研究 在1999年 他又針對健美先生 健美先生很喜歡補充高蛋白 給他連續吃六個月的高蛋白質 然後再去測他的腎功能 看他腎臟有沒有壞掉 後來發現他腎臟 因為經常在做工作 腎臟稍微變得比較大一些些 然後腎絲球的過濾率 就是過濾的效果也要比較強一些 可是他的腎臟是沒有 腎功能是沒有變壞的 這個代表什麼 他的負荷比較大 這種大量的蛋白質攝取 我們增加 就像我們吃了很多鹽分有沒有 也是從腎臟去排 但是他的破壞是沒有那麼快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 如果你腎臟已經壞掉了 那個叫做慢性腎衰竭的病人 台灣有超過100萬以上的人 有腎功能都不好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 那100萬的他代謝尿素蛋的能力 是有問題的 你吃過多的時候就會累積在身上 所以我們講說 剛剛亞方有問說 我們有沒有什麼情形 要限制肉類的攝取 腎臟病的人 一定要限制肉類的攝取 其實不只肉類 就是說蛋白質 大概只能吃一般的二分之一左右 這個是因為吃多 尿毒素就會多 這樣聽起來的話 有一種人他可以吃多一點肉 那就是你要健美先 是我健美小姐 對不對 其實跟體重是很相關的 他們那類的 他們比較有理由可以吃多一點 對 他們先做一些負重運動 然後他吃下去蛋白質會跑到肌肉 OK 好 那我們要先進廣告 大家回來之後要特別分享 剛剛我還一開始就問 洪醫師那你會不會烤肉 那時候會吃一些炸物 他說有時候會硬緊一下 硬緊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來之後 這全球烤肉 爸爸快樂 到底哪一種是最健康 健康待會兒告訴您 聖結石痛起來真是要人命 以下有五折讓您可以去做 預防聖結石的發生 第一就是如果每天可以多喝水 喝水要喝到多少呢 2000CC一天的話 可以減少尿酸結石的問題 再來我們要多攝取鈣 鈣可以減少我們腎臟裡面 產生的炒酸鈣 再來我們要低鹽飲食 低鹽飲食可以減少我們 尿中的鈣的排出 也可以減少炒酸鈣的形成 我們當然要知道 少肉 少海鮮 因為這些裡面的普林 很容易產生尿酸的問題 尿酸結石 因而就會找上你 我們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還有含炒酸的食物 像草莓咖啡跟茶 這些以上都可以做得到 就會讓聖結石遠離你